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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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們 今天很多個又是 為什麼又是 又是那些人 香港樂壇 沒有人沒有歌 為什麼我們經常選來選去都是那些人 每一次我們 當你擲一些歌出來的時候 這個我之前選過 不如選另一個 我選了下一個也是以前講過的 然後你發覺 香港樂壇做來做去是否都是那些人 或者是否只是那些人做的歌才好聽 反彈反到上後腦 我們很努力想推廣東歌給大家聽 但是 都是那幾個人的歌才推得到 還是我們聽歌聽得太窄 我聽歌聽得太窄 我已經很努力地闊 其實你也是闊我很多 但是整個樂壇都很窄 所以 要做到一些很特別的 或者很值得推介的歌 又真的比較少 我們剛剛講了那麼久 究竟又是誰 又是誰 你又是誰 我選的是小肥 小肥是否是第三次 第二次 我沒有選過 我好像選過他的第二部 你選過他的第一部 不是 我選第二部 好 總之經常會提起 我又是誰 我又是誰 其實我本來又是黃遠芝 但黃遠芝真的做幾集才完 所以讓黃遠芝再做一兩期 的深刻 不如又是小肥 又是小肥 其實他來到他的第四首 就是睡前伏的第四首歌 叫做R.E.M 這首歌我一聽的時候 我完全想起你 朋友 我真的想起你 不如你先說一下這首歌 其實R.E.M.是一個簡寫 其實傳寫就是Rapid Eye Movement 即是睡眠狀態當中 你的眼球會有快速轉動的時期 通常是你發夢的時候 這首歌其實是發夢 沒錯 真的是發夢 睡覺發夢 其實這個是睡後服 我到現在 我覺得四首歌都還沒有 所以真的是睡前 睡前不能聽 要不就是睡醒才有這個感覺 為什麼我會想起他 因為他Facebook上面 我每一個星期會自死四天 起床後看到一個貼文 都是說他之前那晚發了什麼夢 我懷疑小肥認識你 是不是他把你的故事介紹給填詞人 填詞人 填詞人是六號和添淚 對 就是介紹給他 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的夢很神奇 每一次都是發到天難地北 不如你試試寫一首歌 就寫了這首歌 完全是他 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想跟小肥說 其實發夢很累 沒有這麼輕鬆 沒有這首歌 沒有這麼輕鬆 發夢真的很累 特別醒了那一刻之後 真的累到 如果你不記得自己發過什麼夢 也沒關係 如果你記得自己發過什麼夢 你過一朝一定會覺得自己個人好像沒有份 沒錯 而我今個星期已經經歷了四晚 所以我們在Facebook上面會有四次這個貼文 這首歌是十一作曲 然後是六號和添淚去填詞 十一的曲今次是一個很跳脫的曲式 亦適合十一的性格 但十一的性格放在小肥身上 其實我也覺得很適合 小肥其實是個 funny人 他是有些很開心 小肥嘻嘻哈哈笑的 但大家記得永遠也是 是要重複這個題目 但是我覺得 比較少人看見他這面 可能真的要熟悉他 或聽他的訪問 或跟他真的聊天 你才會知道他有這一面 否則你會覺得 他應該是一個跟他的歌差不多一樣性格的人 其實我覺得小肥的確可以借這首歌 告訴大家 其實我個人也是這樣的 也是funny 也是傻的 是的 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是一首很舒服的歌 但節奏終於有一首比較重的歌 相比之前三首歌 要不就是很文歌、很爵士 或者是很音樂的慢歌 這次終於有一首歌比重一點 可能真的跟起床那一刻有關 不是是發夢那一刻 你在夢中天馬行空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些啵啵啵的聲音 對 還有一些跳來跳去的一種感覺 其實我聽完也比較精神 好像吃了一些不知什麼 送梅傘的那種 聽完也會醒醒 我會覺得是 其實發夢 雖然你說發夢是 其實是記得夢並不是一件那麼開心的事情 因為記得夢等於你睡得不好 是的 但至少就是 你也有時想起有些夢也挺有趣的 或者是挺可以回味的那些夢 就好像聽著這首歌一樣 去想起原來我曾經都發過一個 這樣這樣這樣天馬行空的夢 但你知道同樣的夢很難再發一次 你就會記住那個令你開心的夢 這首歌就好像是一個令自己很開心的夢 然後發完一個很開心的夢 夢醒了 所以最後是鬧鐘響的 其實是公雞堤 現在還有沒有的 因為這首歌真的會叫公雞嬌 然後我心想 現在還有公雞嬌 你可能6號之前去巴西來 是各個地方有 其實是 如果你去偏遠的地方 還是有的 或者是去農場 其實也真的會有的 我也聽過 是 四點開始看 等於現在的鳥嬌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說鳥嬌 應該看到天開始光 他就會叫 但不是三點鐘開始叫 生理始終 好像我們一樣 生理始終都錯了 最慘的就是 以前就是三點鐘才睡 夏天開冷氣當然聽不到 但秋天春天 可能有時只開風扇的時候 我心想你不是阿嬌 我怎麼睡 家附近有很多樹 這件事很遠 這一集要拖這麼長 那我先拉你回來 說你的遊繫 我的遊繫Suffer Moment 叫寧錦床 其實你說這首歌 特別在什麼呢 就是首先它是比太陽計劃 主題曲更太陽計劃的主題曲 哈哈哈哈 你會聽到那一種 你會覺得 很學生時代的衝勁 不應該 或者不應該是出到 第十一年的樂隊 身上會聽到 這麼新的感覺 這是第一 第二的就是 我想說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Suffer Moment的編曲 或者作曲的形式 我覺得真的萬事萬靈 哈哈哈哈 其實你想想 這首歌一開始有AIR 你想想Suffer Moment有多少首歌 是有類似的 一些給大家一起叫 即是給新的一齊唱 一起叫 一起跳的位置 其實他們的快歌真的很多 從以前的飛開始 一直到現在都是 每一首快歌都總有一些位置 即是未必是AIR 或VIR 但總有一個大合唱的位置 如果那位置是很簡單 大家可以立即上腦 不一樣都一樣 這些都是給大家一齊喊出來的位置 這一種就是我們想說的 樂隊那種靈妙煽動氣氛 因為你做得Fans 一定會記屬這些歌 是會到時一起唱一起跳的 那你自然就會聽熟一首歌 那你聽熟一首歌的時候 變成intro一起的時候 全場人就已經瘋了 是的 有一種這樣的魔力在裡面 其實它好像是五月天的香港版 是的 即是每一首歌 總有一些位可以跟它一起唱 無論是快或是慢 至於鼓一落 看到一數就瘋了 我聽到樂隊好像邪教一樣 如果你可以做每一件事 人們都起哄 都很感熱情 證明你一定是一個成功的樂隊 Suppert Moment絕對在香港是很成功的 但另一方面看 其實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所謂的計算 其實我覺得是的 但你要平衡得到那種計算 Suppert Moment的計算就是不明顯 或者計算得來它適合 它好聽 不會影響一首歌 我不會故意在一首歌 一首不應該有這些位的歌 在那裡突然在那裡 這些就是噁心的計算 但不是的 他們每一次做這些歌都很Smooth 你聽下去就覺得 是的 其實這首歌來到這裏就是要A我的 是要一起喊出來的 還有我覺得他們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和他們的歌詞 歌詞就是今次都繼續是他們自己寫的 他們就是寫歌 我不想寫一些點點的歌 我只想寫一首很純粹 大家一起叫一起玩的歌 完全做得到 還有我覺得Suppert Moment的歌詞 他們一直寫 都是很… 你會覺得他們真的很入肉 很入血的一種 無論是快歌的熱血 他們表現出來 慢歌的感情 他們又覺得是很… 你會聽他唱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切身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說 那首歌是代表我的 就是這些… 但你混合完幾次之後 都發覺究竟跟他們的關係在哪裡 每一次那些歌手做訪問都是 這首歌真的是我和癡人量身定做 但是你會覺得 可能又是情歌 或者又是一首很普通的歌 可能講成長 大家都是這樣成長的 和你為何是量身定做呢 但是Suppert Moment就不同了 他們自己寫的 你會覺得是他們自己心裡想的那種感受 無論是之前的《雪再見尿霸》 或者是今次的《靈感床》 或者是再之前的《小火子》那堆 不是說我交給慈人 跟他講完個故事 他寫出來是一個我的感覺 不是那一種 而是我自己在唱 我自己這刻的腦想的東西出來 這種的踏實 或者你可以真的叫很貼地 貼他們自己貼心 或者是的感覺 真的沒有多少的樂隊組合 或者是甚至其他男女歌手可以做得到 但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歌詞太過 Personal Personal 自己 但不知為何 大家是會中了 是呀 又會對號入座 是呀 這個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所以說 Sumper Moment是一個 為何又是Sumper Moment 因為他們真的又是做得很好 你不見我經常是其他男女歌手組合 哪有這麼多優秀 但是又是Sumper Moment 代表他們又再一次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或者很好的作品推出 但是在這個那麼多的又是當中 我都希望下次不是又是他們 是未是那些 是的 究竟未是那群人 有什麼可以推出令我們稱讚呢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歌手是未是過的 但是你其實一直等著他一首 你很想他 很想我在這裡說出來的歌曲的歌手 有沒有這樣的歌手 但我一定會有的 不可以說的 等他先中了 免得說完之後 下山二十集都還未到他 是呀 拍多四首歌都還未排到他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們先留住劉伯 當有這個未係出現的時候 我一定會告訴你他是未係那個 是 好了 今集又是時候說拜拜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先請到你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似乎 看到了 ANE 把星期再見 打 太 那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